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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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卡洛斯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创造的3D打印机 但今天放在我面前的 并不是3D打印机 因为创造的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产品 以后我会一一为大家介绍 今天来到我面前的是一部激光挑割机 你没听错 是一部激光挑割机 但当然它的尺寸 就没有我们工厂那些那么大部 它只是给你放在桌面上用 究竟它的配置是怎样呢 现在我们一边开箱 一边跟大家讲解一下 收到这套叫做CR Laser Falcon 的产品一段时间了 今天才有时间打开它 一如以往 创造给我 除了主机之外 还会将一些配件都给我的 例如我还收到蜂磨板和定位钢板 还有这个空气附助器 而主机盒打开之后 里面有说明书 和机器的主要骨架 此外还有一些用来试验的木板 和配件等 最重要当然是这条激光头的移动臂 最后还有USB手指 手指 机脚 木木镜等等 至于衣盒里面就有增高柱 定位钢板 和蜂磨板 而所谓空气附助器 其实就是一个泵 就这么眼看 安装就不会难的 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 根据说明书 只有几页 我认清所有配件样子 第一部先安装支架 我现在手上拿着这条 就是左手边的Y轴 里面已经有一条齿轮带 安装的时候要将这条Y轴 套入X轴的三个滚轮之间 而齿轮带 反而要经过上方的滚轮 再搖过上面的齿轮 搖过了齿轮之后 又再穿下去 翻回原来Y轴的坑里面 这个时候切密锁死齿轮带 因为还要安装右边的Y轴 而安装的方法和左边是一样的 两边的Y轴都安装好之后 我们要找出这一种T型C帽 里面已经安装了一粒基米 我们将它套入Y轴 齿轮带走出来的一边 一粒不够要套够两粒 接着就用六角时旋转基米 夹住齿轮带 千万不要扭得太实 以免扭穿齿轮带 其实两条Y轴的皮带都要锁 但这一刻我们只是锁住其中一条 会砌到框架才可以锁另外一条 现在我拿着这条有水平尺 和印着CREALITY的这条 就是前面的框架 每一个角和两粒基雅螺丝相实 然后就轮到装后面的框架 正如我刚才所说 当框架成型了之后 现在就可以锁住另外一条Y轴上面的齿轮带 好了,轮到安装机脚了 其中一只机脚就是连住了控制器 而控制器也是连住了H轴上面的激光头 安装在前方的右边就可以了 至于另外三只机脚的安装方法也是一样的 好了,真的说这么快就完成了 之后就是安装激光头 根据它的SPEC 这个激光头就是10火的 而卡罗斯之前用过7火的激光头 其实就已经可以挑黑金属片了 这个10火的激光头 我相信效果应该更加好 这两粒螺丝就用来锁住激光头 和这个物件之间是距离的 其实作用是用来对焦的 在试挑之前 我们先放上定位钢板和封插板 但假设你没有买到这套配件的话 你就要找其他物料去展一展 否则就会破坏到桌子 用过激光机的朋友就知道了 蜂窩板真的很好用 又可以支插物件 又不怕跟物件有很大的接触面积 现在我们就用机器附送的一块断木板来试挑 我们先在激光头上面 粘上这个护木镜 这个护木镜是用4粒磁铁固定的 而我们靠着这个护木镜 和这块对焦片 就可以准确调整个激光的焦距了 例如这块断木板是1-3mm的 我们就选用最高一层 而将护木镜移高 再压着我们选用了这一层 然后锁死螺丝 使用机器之前必须要记得 一定要将Gcode放在这张SD卡 然后拆入机器先 因为没有Gcode file 机器是不能够开动的 之后我们给电源它 然后启动控制盒前面的开关 正常情况应该会见到 呼吸灯在那里闪动了 之后轻按按钮 机器就会进行一个Auto Home的动作 然后激光头会发出蓝光 展示要挑割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手动移动 这个蜂窝板 或者是这块断木板 将蓝光的范围 调整在断木板的中心 定位之后再按一下按钮 就会开始挑割了 哇 看着那么强的激光 立刻带回一个绿色的护木镜 保护自己的双眼 我现在试不着挑割这个Gcode的file 就是跟机 放在USB卡里面 但是大家试挑的时候 必须要将这个file 复制到最外面的Directory 这样的机器才会认得进行挑割 这个设计似乎 和Reality 其他的3D打印机产品有点不同 我相信这方面应该再改进一下 而这类框架式的激光挑割机 卡洛斯以前都试过自己DIY过 首先因为它没有机壳 又没有通风的设备 所以挑割物料的选择 我觉得只可以是这类的软木材料 千万不要用它来挑割或者切割塑胶的制品 因为绝对会放出有毒的气体 除非你可以将机器搬出去户外用 那就当然另当别论了 在室内用就必须开行这个抽气系统 但是至于挑割的效果 就跟大机分别不大 再看看挑割完的蜂窝板和定位钢板 会见到已经布满焦油了 所以可想知道挑割木材 都有很多气体发出来的 只是烧焦木材的气体没有那么有害 最后我们试试安装这个空气辅助器 看看对挑割有没有改善 安装的方法非常简单 只是在激光头上换上这个噴嘴 附送护木镜可以避开这个铜口 而噴嘴旁边的铜口就要连接膠管 至于膠管的另一端就连接去气泵 开动了气泵之后 可以发觉这个噪音不是非常大的 可以接受的 而我们在开动气泵之下 再进行一次挑割 根据描述所说 安装了空气辅助器之后 由于气泵 即时将挑割散发出来的气体吹散 因此就不会残留在挑割的物件上面 理论上挑割效果会有明显的改善 那我们也尽管比对一下两只银有什么分别 大家看不看得出呢 果然左手边没有加空气辅助器 就比较黄一点 而右手边这只就白滑很多了 今天为大家试用了这部Falcon 我个人觉得效果是不错的 这次我切割了2mm的木板 但是根据描述所说 是可以切割到12-18mm的木材 而挑割方面更加不单单可以挑割木材 甚至连金属都可以挑割到 所以大家如果不像卡洛西那样 有一个设备完整的工厂 而你都未必打算将这部3D打印机 改装成一部链石切割机的话 我相信这部Falcon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真的想知道多些 如何利用这部Falcon 去抗战这个Maker视野的话 请你继续留意我的影片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是卡洛西 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